回到新聞現場 馬上為您帶來今夜最新話題 iPhone 11系列手機 明天一大早要開賣了 許多電信業者推出了折扣 或者是送好禮的優惠 讓民眾非常的心動 甚至呢 已經有果粉了 他們已經跑到了電信業者的門口卡位了 還有一位鐵粉 他是14號就跑來排隊 新衣商圈晚間很熱鬧 整排電信業者大門口更是不一樣 這一群那一群 不少民眾搬了椅子坐好好 晚上不回家到底在幹什麼 原來是iPhone 11系列商品就要開賣了 我是大概9月14號的中午12點就來了 哪些裝備 我帶基本上就是一些糧食 主要其實就是行動電源的部分 機器上市民眾搶投箱 20號一早開賣 14號中午就有人來排隊 就位民眾全副武裝 椅子魚具圈都準備好了 滑手機消磨等待時間 甚至還帶了11顆行動電源 看來相當有驚豔 搭配新機開賣電信業者也出招 其中中華電信祭出前100名 新機可以直接折抵3600元 搶到頭箱更有神秘大禮 另外遠川也推出送AirPods 台哥大更豪買AirPods加Apple Watch 兩個都送 業者送豪力搶雙機 民眾好心動 前五名他就先送那個Apple Watch 然後跟那個前30名的那個耳機嘛 那像這樣子光這樣子我們就先賺那個手錶啦 18號晚上聽說這一次好像沒有投箱 本來是期待有的啊 就算沒有就有點失望 衝了這些神秘大禮排多久都願意 新機登場似乎仍然吸引不少果粉賣力來搶先 謝謝紅軍人林凱鈞台北財政報導